大家好 欢迎光临周振评测 大家一直说这个收音效果差 我咬咬牙 买了一个399的这个电容卖 现在效果应该好一点吧 这期呢是给大家预告过的 是开箱 S740 S740 14英寸 这个机器呢 跟小新Pro是同复异母 然后本身 它应该是小新Pro14的 但是呢 因为种种原因 它化归这个Yoga了 那性能呢 也不会像小新Pro13这样去释放啊 但是据我所知道 应该是25瓦可以达得到的 那我们先来开箱 机器呢 有点怪怪的这种盒子 不像是14英寸 好像14英寸 是应该比这个更大一圈的才对 而且啊 它比正常的联想的机器 要宽这么多出来 底部的封条是完好的 顶部的也是完好的 序列号尾号是81X 里面原来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外包装里面 还有一个内包装 这个包装还是比较豪华了 Yoga 有这种彩色的标 这个彩色是 那你们看一下 这个包装盒 外面一圈送风 然后这里啊 还是它的学列号 81X是它的尾号 然后送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然后七七八八的都在里面写着 我们把它再拆开了 很硬的一个盒子 A的这个接口 这是电源灯 这是一个雷电 还不错啊 这是一个六十五瓦的电源 设备器比较小 接口呢 是一个圆的 那这种结果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 机械的A面是种是这种鲜灰色 然后有一个Yoga的标识 它的这个转角啊 要比小型普洱要尖锐 那是能够明显摸出来这种棱角的 但是呢 还好呢 也能挂得出来 但是不是那么锋利 歌手感没有 这边也是比较尖锐的感觉 这边也是 这边的是一个 但但是它这个位置 还是有一点比较感觉 折边比较比较锐利 先开这块屏呢 上面还是附了玻璃了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里啊 这里我不确定 你们能看得出来 这里是一个摄像头 然后这里有各种感应器在里面 总共应该是有一二三 隐约的看得出来 好像是有三个 然后这边是十音的麦克风 这边还有一个呢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那它的这些传感器 我并没有问 不知道是起哪些作用的 应该是面部识别啊 这像这些功能 可以用这些来实现的 这应该算是四面窄边框了 我的手指跟我小指一样 差不多宽度 在下面两侧呢 是比较窄的 应该是4.7毫米吧 上面略宽一点 因为塞了一堆东西 它这个转轴的阻尼感似乎 嗯到这个位置是比较紧一点 前半段的都还好 那我们看一下单手开合行不行 可以的没问题 它呢没有小青普洛那种磁吸感 没有 但是合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吸入感的 一丁点 我们刚刚又把服务站给投诉了 是有人呢 你们听这个声音 是不一样的是吧 有人就以这个来说这个机器有问题 然后去服务站开单的服务站呢 说客户称这个键盘声音不一样 那然后情况如实写了这个写了这么一个服务单 用户呢 拿着这个服务单就可以来找我们 说是这个机器有问题 这个服务站已经被我们投诉了 你们呢 基本上可以发现啊 惠普和联想的服务站完全两码式 人想服务站是比较软弱的那种 惠普能者比较强硬一点 两侧的是扬声器 这个键盘的手感就这样吧 反正我没觉得特别好或者不好 然后他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的这个电源按键 和以前的小新是一样的 那完全没有没有段落杆 小新普遍的电源键的是在侧面的 然后按起来也是有段落杆的 这个我非常不喜欢 扬声器说是有杜比全景深 然后这个触摸板触摸板OK没问题 轻重也比较适度 这是他的底部 给我两个小的脚垫 然后有一个长的脚垫 长的脚垫 这个是要滴出去的 这个脚垫呢也起的这个隔绝 这个冷热风的作用 里面呢应约可以看见两个风扇 然后从两边出风 这个是比较好的 螺丝呢是这种内六角的 那拆起来需要专用的工具 这工具反正很容易买到 没什么的 这个对焦不一定对得准啊 你像这种接风 这就是联想 这就是联想的那但是这种接风啊这就不是联想了这种接风就绝不是联想了包括像这种接风这就不是联想 这个机器上也跟小新普通是差不多的比小新朋友稍微好一点点就这种接风出但是绝不是联想正常的风格接口左侧呢是一个电源然后这个是一个雷电这个非常有意义 然后这个呢是耳机耳麦的接口前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留抠手的这个凹槽也没有这边的是一个USB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一个电源灯他的恢复孔我刚发现在下面在这个位置机身重量是1450克要比小新要重电源适配器是330克比小新要轻安利下这个咖啡机要咖啡机非常方便 这是一个胶囊咖啡机这是一个装在这里面然后你拨到这个水量他就会给你做咖啡出来背后的这个储水罐啊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而且他不会自己自己去预警说这个已经用完了每一次我都是用完了结果不出了不出咖啡了才发现这点是比较差点的地方但总体上呢包括像这些口味啊各种各样口味都可以自己去选呃不是商业广告啊这个只是我 我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刚刚来用这个了完了以后把这个先开这个用完了把它倒掉就行比我原来那个咖啡机先去磨豆子再去放到咖啡机里去去压实了然后再做比那个方便多了那联想机器呢是不插电第一次开机是不插电不能开机的必须要先插电然后才能开 这是机器默认的壁纸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屏的分辨率是1920x1080不是像小新那样的2560x1600 这个CPU呢就真正的10纳米的CPU了机器默认的分区呢C盘是100G然后剩下的是一个分区在D盘 这也是一个英特尔的WiFi6的无线文卡AX201硬盘没错的话应该是三星的PM981A 这是四核八线程的CPU居然忘了卸载麦克菲现在卸载这一代的英特尔核显应该是有所提升了待会看一下吧这个MX250的显卡看标称应该是蛮雪版的待会跑一下再知道了并且呢它这个接口是四位做的对于这种屏啊那你点一下这个显示设置里面有一个高级缩放设置点一下然后把它改成124使用感受会好很多上一期呢 二大六四我用的6.0版的那换成6.1版的跑了一下内存和缓存这个完全不对啊53G这不得了再看一下它这个内存频率是三3733这个就不对我待会看一下吧太高了包括他这个一级缓存已经远远超过i7的水平了 我重启以后再跑一遍还是55G这个太高了另外呢一级缓存是161.1627这个远远高于 对于时代的轻波本的比如像710U也远远高于正常的一个台式机CPU了比较奇怪啊好国际上期时候跑的13445分但是呢频率一直在0.99G这样子那我现在在跑分这边频率还是在0.99G后半段跑到2.77G了759分这个跑分到底还好一级缓存呢是32K加48K512K的二级缓存三级缓存是6兆这样的10纳米 这是硬盘的跑分很正常的一个三星的PM981A的固态硬盘的跑分这是鲁大师的跑分22万8千分减据一够分差不多178万分总分这个样子看我跑一下这个3DMark能跑到2分啊全是缓震片的感觉 3DMark跑完了是1277分那这边呢CPU是3312明显是差于小型Pro的然后呢显卡是1153没问题我们呢现在用脚本跑30轮自动跑看看它的这个曲线是什么样子的30轮呢还在跑现在呢左侧弯托的温度是30.1度右侧 28度27.7度59分贝跑完了以后倒进这个网站就能出结果最高值呢是763最小值是660差值呢有100正常的值呢应该是在703这样子后面的波动都在703这样子 其实通过这个啊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机器本身还是比较有体质在的25瓦是他归类成Yoga这个系列以后偏保守的设置了但是呢25也还行了真的像小型Pro13这种机器上的35瓦呢这个机器就不再是Yoga这个系列了这个图呢我会把它截图下来然后和和其他的机型做一个对比这样子呢大家可以到公众号来看吧大家应该记得上一次我们用小型Pro R7的这个版本去呃单独用CPU去剪视频有五分钟的这个片段用了三分啊用了319秒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能跑多久啊CPU呢从0.0.99G持续了大概十几秒钟才提升到2.2.7G这样子刚才感觉时间有点不对呀现在改成一个十分钟的视频了十分钟视频下来以后是7分16秒那也就是430 6秒怎么感觉比上一次的那个I7还在快一点啊我现在把GPU打开用GPU加速再来试试看看速度会怎么样那现在是用英特尔的核显进行加速的用英特尔的核显加速以后是77秒这个速度比上一期的149秒的哎呀又快很多呀这样子上期是用的小型Pro的R7的版本用了149秒看一下摄像头的效果我感觉有点模糊而且 而且而且拖影比较严重啊继续做单考看一下他的CPU能达到多少现在才开始CPU达到39瓦30现在是35瓦29瓦真的这样CPU现在30瓦左右频率呢在2.57G这样子 这个这个比他所号称的25瓦要高啊温度呢是在86度87度这样子单考持续了17分钟现在频率是2.5G左右CPU呢一直在30瓦没问题温度呢86度也没也没变化过 后台呢这更新游戏用更新游戏的时间看下来的音效怎么样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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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很久了啊好像可以开始了现在帧数呢是在100100帧左右GPU频率呢是在1.7G这个应该算是很难学版了发生战斗以后现在在130几天了现在在100帧左右那你们说是应用联盟的就没必要试了呀这个帧数 Vios里面第二项的这里是可以把独显开或者关了现在是现在打开坦克世界呢现在中画质 现在帧数呢是在八十几帧的样子这个帧数呢是可以玩了没问题了开镜以后帧数是在六七十帧也还好了绝地求生跑不起来我反复试了现在双口的温度CPU达到98度97度这样频率呢是2.2.27G GPU的频率在1.1.36G GPU频率下来了CPU现在是25W总共烤机的时间我看一下啊26分钟对于一个清末本来说已经是非常久了CPU的温度为止保持在95度94度这样子GPU呢是81度GPU频率呢是1.36G CPU呢在21W左右上一期我有可能有可能在boss里面误关了这个超线程这个要跟大家着重的讲一下上一期就是i7的那个版本 下一次我有时间的话把i7再做一次双考给大家CPU现在频率呢是2.18G它是一个波动的过程那现在又变成2.4G了又变成26瓦了那大概的是这个范围区间大家自己心里明白一下不是说一个固定的值 这是联想S740双考时发热的情况又要猜机器了这是机器的内部两个风扇两条分开的热管电池呢非常巨大六十六十二点三瓦时 整个占了一半的面积在这个内存屏蔽罩下面呢是一个美光的颗粒的内存这个呢是一个WiFi6的一个无线网卡201吧英特尔的对这个呢是三星的PM981A的固态硬盘512G你们看到这两条热管和两个风扇啊其实就能想象到原先这个机器其实是比较定义的性能犯的那现在呢因为进入Yoga的这个体系里面那现在就比较低调一点了性能上 这些呢可以支持这种开开就开机了 那已经开机了 并且呢我刚刚看这个PPT啊它应该也支持面部识别的 我呢模拟了一个比较商务的场景那你到办公室以后把这个插上去插到这个雷电三上面那这个显示器就能启用了那这边呢不影响你做一些操作并且呢这边呢也可以做作为你的一个副屏去使用 你或者呢在办公桌上放一个支架把这个机器给立在这那你这里呢放上一个正常的一个键盘键盘呢就固定在这个拓展屋上需要的时候你把这个插上去就能够把正常的键盘给使用了当你呢移动办公就把这个拔掉然后就可以出去使用了当你到了办公室你就把这个插上那相当于你得到一个台式机的使用感受了并且呢你比台式机要多一块屏这样子呢你也能够得到多一个屏的内容 但是刚刚这个过程中啊我感觉这个屏是不是偏暖一点其实偏暖呢只是这么看没觉得但是有比较了才觉得这个偏暖其实是我比较不喜欢的 有没有听到这个呼呼的风声啊其实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安静一下来 这个机器明显有自己的风格取向14英寸的屏这是和小新pro13有最大区别的地方屏的分辨率是不如小新pro的它是全高清1920x1080 小新pro呢是2.5k的这个屏的分辨率那屏的细腻程度啊小新pro是明显比它强太多了但是呢这位屏的应该说使用观感啊还是很不错的 再就是性格性格呢每个机械都有它的性格呢就从小新pro那种非常激进的风格转而为一种比较温和的这种性格 但是呢没有像以前的优格那样子比较萌昧的那种那种那种风格取向 对优格体系里面呢它算是一个西装暴徒 各种测试软件也表明它10代10纳米这个CPU直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比14纳米频率低的情况下跑分并没有明显低于14纳米 并且呢在剪视频这个环节还超过了14纳米 也有非常糟糕的地方比如说玩游戏游戏刚刚绝地求生根本就没打开 然后坦克世界我没有设置全局独显的情况下只跑到一帧两帧 我还是手动把核显关闭以后才跑一个正常的帧数 那也就意味着它的软件还需要去更优化驱动啊BIOS的软件啊都需要跟进去适应这种新的硬件 作为小新pro的一亩同胞的兄弟啊这个机器散热完全没问题 但是很奇怪的地方是摄像头效果一般音箱效果一般 两个USB-A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至于雷电3啊这个接口其实我无感 至于外接显卡你想买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显卡 再去花一个3000块钱买一个2060S 有必要这样干嘛 另外呢3733这个双通道的高频的内存啊是小新pro的新妈留给他身上的胎记 这个内存的频率啊和成本的会更高 但是呢相对来说也足够喂饱它这个性能了 但是在硬件上也是有缺憾的就是不能再拓展内存 那对大内存有严格要求的人群啊就不要考虑这个机器了 最后呢是价格价格呢这个机器日常的价格应该是5999 那我们自己的网店呢应该是5699 那这一台被我们开箱过的用了几个小时的 我们会自己再减300块钱处理折价 同时呢再送一个这个TP-Link的300兆的无线拓展器 那有不建议被我们使用过几个小时的那可以考虑这个机器 那找我们的非常简单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按销量排列一下 因为很多防我们的店那找到我们以后啊和我们客服联系 所以要这台机器它会告诉你怎么去下单 我们日常的机器呢都是原封的并且原配的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我们这一期的这些参数啊一些截图啊 我们都会放在公众号里面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刚才忘了说啊这个机器有两种颜色 这是一种颜色是我比较喜欢的 还有一种是那种小星Pro那种浅色的 另外呢小星Pro如果大家买不到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考虑小星13 这个机器也和小星Pro的风格取向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便宜很多 大家可以往前翻翻到上上上期视频 我们有小星13的开箱 最后还是要感叹一下的 这个机器呢风格取向像什么呢 像优感这一堆娘炮里面突然来了一个硬汗 那过季来的就是过季来的 和原来的那些轻声的优感完全不是一种风格 和原来的那些轻声的优感完全不是一种风格 深入到这个箱里面後 我们去替刀小星Pro